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变形金刚漫画评书节目 咱们今天节目讲解了Sky版A媒体公司出品的新变形金刚漫画 每本书都是非常的精彩 就在前不久咱们刚刚讲完的第四本漫画书 是大哥装上了威震天的麒麟币 融合炮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么他的话也是这个精神抖擞 准备带着其他人去攻打霸天虎 那么那会讲完之后的话 我们要苦等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在下个月的2月10号左右 才能看到第五本书的发售 那么为什么咱们今天就开始讲第五本书呢 就是因为在前两天 那么在网站上面的话 公布了四幅这个漫画 有四页纸 那么我从里面的话 是找到了很多这个信息 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也是为大家的话 是以解这个燃眉之截 先这个远远望这个眉林 先这个望眉止渴一下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这本书的话 依然是有多个封面 在这个主要方面的话 就是这个普通封面上方的话 就是这个大哥的这个融合炮麒麟 那么这个时候 他已经摘下了麒麟臂 而在下方的话 是非常多的这个枪支 那么仿佛的话 就是这个战争之王的这么一幕明场面 在这个融合炮的上方的话 是盗用出了大哥的这个面庞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大哥正扶着这把融合炮 仿佛若有所思 那么此情此景 到底是因何而故呢 咱们到底的话 要看到这个2月中旬的时候才能知晓 好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在显向一号前锋 红珠珠的话 正在恢复其他的这个八点火成员 那么可以见到在这本书里的话 应该是显一号的话 是被修好了 那八点火的话 是不断的这个正在被冲扩展 好 那么再往下一个图片的话 就是这个声窝 那么声窝前方的机器人的话 正是这个迷乱 那迷乱的话 也是这个正在进行这么一个手臂的一个攻击发信 好 好的 那么再往下的话 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封面 也是非常稀有 是大哥装上这个融合爆麒麟闭眼 那么势不可挡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四页漫画书的讲解 只有四页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在战场之上 人类和其人的话 是一起联手 准备向这个霸天虎进行个攻击 那么上方的话是千铃弹雨 在这个大哥的身后的话 除了救护之外 还有另外一名成员 就是这个blaster录音机 录音机的话 也是加入了战场 好 那么画面一转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人类士兵的话 是被这个枪击中 而这个是录音机的话 胸口也被击中了 但是在大哥的身后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身影 就是这个大黄蜂 bumblebee 没错 bumblebee在这里面的话 是复活了 可见的话 应该是使用到这个 血向一号的能力 那么江卡尽约复活 那么这个时候 人类士兵的话 是这个倒在了 这个Spark老爷子的怀中 那么大哥的手里的话 也这个躺卧一名汽车人 正是这个Cliff Jumper飞过山 那么飞过山的话 也是这个被击中 那么大哥的话是抱着飞过山 可见这个漫画里的话 依然是有人类和这个齐人的话 进行一个生命的试剧 好 那么这个时候人类士兵 这个Spark还有这个大哥的话 是这个非常的愤怒 士兵的话 是拿起这个M16这把枪 而大哥的话 也是拿出了热能斧 这个时候大哥的话 已经抛弃了这个融合炮 并且的话 是这个修复自己的手臂 那么人类和这个齐人的话 是一起向这个狂派进行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狂派阵守的话 正是这个声波 那声波的话 也是完全不敌人类和齐人的话 什么一个联手一个攻击 好 画面一转 那么来到这个安静的屋子里面 那么正是大哥和这个Spark 那这个Spark的话 跟大哥说 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个战争了 那么想必你的话是见多识广 你师父可以告诉我 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 那么大哥跟这个Spark说 说其实的话 我在这个时空旅行当中的话 也不断的反问自己 到底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直到我看到镜中的自己 才发现我的话 才是真正的敌人 那么如果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想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需要个人产生 一个改变 这样才可以 好 画面一转 来到这个显像一号 那么这个时候 红珠珠的话 是大喜 那么他跟那个声波说 说看来的话 这个显像一号 果然是被你修好了 那么闹翻天的话 牺牲的话 也没有白费 那么这个时候声波的话 是在手中捧起了机械狗 Ravage 那么他的话 想先把机械狗进行一个修复 但红珠珠的话 是发现他居然想去维修这个机械狗 也是非常的生气 那么气不大一处来 这一脚是把这机械狗 你的一脚踢飞 那么这个时候 红珠珠跟这个声波说 说告诉你多少回了 那么维修我们这个士兵的话 需要去维修那些块大的 能够给他们增强肌肉的士兵 说完之后 红珠珠的话 是拖来了一名霸天火的成员 正是Thundercracker 惊天雷 那么惊天雷的话 是在显像一号的这个维修之下 是完全恢复了体征 那么今天的话 也是这个两制为人 然后他发现前方 这个闹翻天的话 已经面目全非 然后他的话 是问这个声波 还有红珠珠 说这个汽车人的话 怎么如此的残忍 将他们兄弟的话 残忍的杀害 那红珠珠是跟这个金带人说 说这个的话 你就不用管了 那么闹翻天的话 是自愿牺牲自己 才能这个修复血型号 然后的话 才可以为我们这个霸天虎的话 增加其他的士兵 然后这个时候声波的话 是收到前方的 雷子被激光鸟的这个消息 激光鸟告诉声波 说汽车人的话 已经发现了霸天虎 他们之前找到能源 那么这个时候正在争夺能源 好 那这个时候 红珠珠的话 也是这个非常生气 他说怎么能如此这样 那个能源的话 明明是把天虎先抢到了 那么大家跟我一起去 我们一起来灭掉其他士兵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四言漫二说的讲解 那么从这里面 可以看到几个信息 第一的话 是显一号已经被修好 第二的话 是大哥其他士兵的话 已经找到了能源 第三的话 就是红珠珠 已经深深的伤了这个声波的心 居然将声波的爱宠 Ravage 结果是一脚踢飞 那么第四的话 就是这个Thundercracker 今天的好兄弟 闹分天的话 是被这个红珠珠杀掉 但是的话 红珠珠是没有告诉 惊天雷这个真正的原因 那么小米之后的话 是指暴不入火 当今天雷知道 是他杀了自己的好兄弟的时候 那么红珠珠的好日子的话 可能也不多了 那么具体的桥段的话 咱们还要等这个2月10号 就是这个DUBER 发售的时候 才能知道更多的细节 因为一不二说的话 差不多 只有二三十页的详尽内容 好的 大家可以说 各位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